医院病床下发现半截尸体 手里还紧握着手机 而另一半在医院的厨房里发现 经法医鉴定 男人被分成两半的时候还是活着的 是嗜血过多而亡 凶手是非常专业的手法 医院的所有人都有嫌疑 而这所医院还有更多的诡异之处 尸体发现的病床病患是太郎 昨天他本和女友回相见家长 被山羊拦了路 不过二人并没有在意 继续前行就发生了车祸 刚醒来就看见护士的脸出现在面前 他离开询问女友的状况 护士说对方没有什么危险 刚放下心 护士就表现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又说医生会告诉他 医生来了后 太郎才发现自己全身骨折 他好奇自己车祸有这么严重吗 不过他还是在大厅 女友医生也一副迟疑的样子 说他没什么事 太郎想见女友 护士却说他们俩伤太重 还不能见面 太郎只好放弃 医生离开后 一旁的病友找他聊天 说这里像监狱一样 还说这间病房的人 本来都是小病 可医护人员总是阻止他们出院 太郎想和女友打电话 却发现手机不见了 他准备按下呼叫铃 找护士帮忙 病友都惊恐不已 搞得太郎一脸猛 仿佛按下就有什么事发生一样 但他还是按下了 护士很快就出现在面前 太郎告知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护士说一会警察会来 私人物品都有警方保管了 当他要走的时候 太郎问他呼叫铃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护士停顿了一下 表示病人有事 可以随时呼叫医护人员 这才打消了太郎的心 理得疑惑 可他并没看到护士转身离开时 脸上昏墨如生的微表情 一场车祸 太郎和女友住进了 这家诡异的医院 护士下班之前告诉太郎 晚上值班的是一位 年仅21岁的老护士 可当这位年龄小的护士出现时 太郎却被吓了一跳 一旁的病友忍不住问他年方几何 新系女友的太郎 管不了他到底是不是21岁 因为同病房的胖子 恰好听见他跟院长的对护 说他的女友惠子 就在三号楼四层的单人病房 等到夜里 好心的病友带着太郎去找惠子 路上跟他吐槽说 这家医院很奇葩 自己明明可以立刻出院 可无论医生还是护士 都在刻意拖延出院的时间 太郎感谢热心病友的同时 也很快就亲身感受到 这家医院的诡异之处 两人来到四楼 看到一间病房大门敞开 好奇之下上前查看 只见一个女人 披头散发地站在窗前 那吓人的样子就好像那针子 于是赶紧开溜 可没走两步 诡异的小女孩抱着猴子王 对着两人犀利对视 好不容易找到女友的病房 病友称在门口等他 让他自己进去 太郎激动地来到病床前 呼喊着女友的名字 可当被子掀开后 却是一位脾气很大的 丑老太婆 吓得赶紧推着轮子的离开 出来后却发现 病友不见了踪影 呼唤几声都无人回应 太郎只好去护士台询问护士 可这里却空无一人 正当太郎无奈的时候 墙上的呼叫铃忽然响起 太郎赶紧抬头查看 却没发现一个黑衣人 出现在了身后 当他醒来后 发现自己竟然要被活埋 紧张地赶紧开口求饶 可很快他就震惊地发现 活埋自己的竟然就是惠子 幸好只是一个噩梦 可他被梦棍打晕 却是不争的事实 太郎赶忙询问 护士女朋友在哪 护士回答等他病情稳定 就带他去见惠子 这时太郎发现 对面床铺的热心病也没了 护士说他已经出院了 没等太郎疑惑多久 就被警察找了过来 问他手机找没找到 太郎说自己的电话 不是在警方手里保管的吗 警察说没有的是 他们也没找到太郎的电话 接着便问他要来手机号码 电话很快拨通 铃声却来自床底下 警察伸手去拉 却拖出来半具尸体 上半身上浅还在 下半身却被切走了 他就是昨晚的那位热心病毒 把头埋进马桶里 护士想把他拽出来 可却发现他的头已经没有了 警方在垃圾堆里 找到病人的头颅 而这已经是医院发生的 第二起分尸案了 两起案件的受害者 有着相似的地方 他们都迫切想要离开 这家诡异的医院 就在昨晚 警方从太郎的床底下 拖出半具尸体 另一半却被人扔在大铁锅里 炖得肉香飘逸 探长将太郎视作一饭 也让他讲述了昨晚的经历 探长越听越觉得奇怪 因为太郎的职业史 都是悬疑剧的编剧助理 认为凶手不该传道 把尸体藏在自己床下 探长却说很有可能 因为这是凶手的战利品 小镇上最近接连发生 连环杀人案 受害者的耳朵眼 球手指都会被凶手取下带走 所以探长推测 凶手很有可能是个 身体不见的收藏品 问询结束后 老护士把他推回病房 太郎趁机询问 床头的呼叫铃 是不是不可以按 老护士诡异地说 以后都会慢慢告诉他 阴嗖嗖的语气 让太郎感到几倍发凉 可很快他就吃惊地发现 楼下竟然停着 造成自己车祸的那辆卡车 接连发生的杀人案 闹得医院里人心惶惶 病友们都不敢住回原来病房 可小护士称 其他病房都被住满了 何况医院里死人 不是很正常吗 病友表示 这跟那是两码事 因为这是杀人案 他还表示 每个人都有过世的那一天 只不过是早与晚的区别 此话听的病友们 十分不是滋味 探长认真地审讯了 病房里的每一个人 可除了太郎 其他病友都在 昨晚早早地睡下 即便是经常失眠的病友 也是如此 大家怀疑被人下药 可在其他人睡觉之前 太郎和死去的病友 却都是清醒的 莫非凶手一开始 就盯上了这俩人吗 可却为何会把尸体 藏在太郎的床底下呢 此时太郎的女友 通过护士打来电话 说明昨晚因为设备问题 她被临时调换了病房 听到惠子的声音 太郎很是激动 她立刻提出 要求见面的请求 可惠子的电话 很快就被医生收了回去 回到办公室的探长 一遍遍地看着 所有人的审讯记录 还真让她发现 量哪里不对 这个戴眼镜的男人 曾当过烤肉店的大厨 对于切肉非常精通 而且他说话时 眼神飘忽不定 探长决定 再次提审这位切肉师傅 此时的切肉师正和太郎 坐在医院大厅喝饮料 讨论着谁是凶手 这个问题 他们被小护士发现 并带回病房 切肉师途中去了趟厕所 护士在给病友们 吃下大量药王后 察觉到切肉师傅还没回来 以为他偷摸 躲在厕所抽烟 结果却惊骇地发现 切肉师傅已经人手分离了 病人在厕所 被人砍下头颅 扔到垃圾堆 同病房的四眼哥哥 被吓坏了 他收拾好东西 就想赶紧地出院 也不管自己的病好是美好 可刚走到门口 就被探长拦了下来 探长推测 凶手的目标 就是这间病房的患者 如果四眼离开医院 独自回家 很有可能成为 嫌疑犯的下一个目标 而至少在医院里面 警方全体触动 能够保证绝对安全 四眼觉得他所说在里 又灰溜溜地折了回来 就在当天夜里 医院虽然平静 可镇里的连环杀手 再次犯案 这次的受害者 是一位女性青年 凶手剪掉他的手指 作为战利品 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 彻查此事 根据线索 有人在案发现场附近 听到了钢琴名家的 第一钢琴协奏曲 警方以此推测 凶手具有文艺气息 但现在的主要问题 是确认这里的连环杀人案 与医院里的接连分尸案 到底是不是一人所为 探长认为 两者并无关系 局长却更愿意相信 这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医院只是他众多犯 最现场的其中一个而已 然后局长就听从了 医院院长的请求 撤掉了所有部署 在这里的警力 只留下两个人看门 结果在当天夜里 四眼哥哥就很突兀地消失了 并友们怀疑他已经遇害 小护士刚准备去报警 就看到浑身湿透的四眼回来了 他称自己去了别人的车里聊天 虽然一看见阴天就往回跑 还是被淋湿了 太郎提醒 单独行动的人 很可能会成为目标 一句无心的玩笑话 却让众人嘟拉下了脸色 四眼脸上的表情也愈发凝重 到了夜里 病房里的人又开始扯东扯西 小胖说 这家医院一直都有个诡异的传说 如果病人按下呼叫铃 可护士没听到的话 那个人就会被杀 太郎觉得这很离谱 四眼却说 护士站的人会预估患者的病情 他们会知道哪些患者快不行了 这些患者即便按了呼叫铃 护士站也会故意不接听 更甚至有的人还没凉透 医生就开始摘掉器官 众人三言两语之下 搞得太郎都不敢睡觉了 与此同时手的两个警察 突然被一阵音乐声吵醒 正是那首第一钢琴协奏曲 他们顺着声音找到一辆小车 车里趴着一个女的 拉开车门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脚也被人割了下来 发生在医院的分尸案再次出现 看似意外的车祸 让年轻的情侣住进这家诡异的医院 在医生的误导下 惠子以为自己的脸被严重毁了 从而致使他给男友写下了绝笔一书 想在轻生之前最后看一眼自己的脸 可当纱布被揭开后 却震惊地发现自己完好无损 惠子疑惑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解释这是院长让他这样操作的 院长要让他以为自己脸上受了重伤 一开始医生认为这是为了不让他出院 因为住院的病人最容易赚钱 但可惜事实却更加恐怖 说到这里医生没有给出下一步解释 而是直接搂住了惠子肩膀 悠悠地表示 看到他如此不安地照着镜子 医生就感到非常兴奋 恰好此时护士走了进来 惠子本以为他能替自己解围 可他再一次失算了 人家俩都是一伙的 而他没有受伤的眼睛 也再一次被蒙上了纱布 而太郎的病房里也在讨论着 这次被凶杀的女子 不就是那天四眼 冒着雨回来之前的聊天对象吗 并有们一致认为 出院后的四眼才是杀害女子的凶手 可探长立刻就否定了这个说法 我这一生我可能是他要这个狠名的 警方因为被害女子 和四眼有过接触而去拜访 可却发现他家的洗衣机是运行状态 里面没有任何衣物 有的只是一只男人的手 拉开窗帘一看 四眼已经惨死家中 洗衣机里的那只手 也终于找到了主人 直到此时 探长依旧认为 凶手是在场三人中的一个 太郎称他们一直待在医院 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机会 他们在这里聊得热闹 医生也在向院长请教着 谁是凶手的问题 临走之前 他问出了这次过来的目的 院长并不承认 自己讲过这种话 反而提醒医生 他才是惠子的主治医师 新系女友的太郎 也委托护士将书信转交给惠子 小护士答应得非常干脆 可转过身 就把太郎委托的信封 扔进了垃圾桶 不过护士不打算帮这个忙 好心肠的丑老太 确实乐意效劳 他趁着医护人员交接般的空档 潜入惠子房间 劝他尽早逃离这家医院 并解释 自己可没得什么老年痴呆症 因为这家医院太奇怪了 惠子见他如此真诚 也摘掉了脸上的绷带 一老一少都证明了 医护人员不想让病人出院 老太也搞不懂 医院为何要这样做 但他告诉惠子 很多出院的人 最后都没有回到家里 随后提出 愿意帮助惠子去见太郎 两人在卫生间密语的时候 和医生一伙的护士 恰好住在门外 也不知道听没听见 两人的对话 随后就来到医生所在的病房 当着不知是死是活的病人面前 进行了一场雨水之欢 而在老太的帮助下 太郎和惠子终于得偿所愿 可很快他们就遭遇了 史无前例的危机 深夜女孩感觉有人在窥视自己 擦掉镜子上的水雾 并没发现一场 可在下一秒 原来老太太一直以来 都是装出来的病 她愿意帮助惠子和男朋友见面 所以在电梯里的时候 装作精神病发作 偷偷将一张字条塞进太郎手里 来到无人角落 看到女友传达过来的消息 太郎心里十分激动 接连遭遇了这么多恐怖事件 如今终于可以见到惠子了 太郎回到病房 碰到制片人的同事 过来找他探讨新剧本 他看到新闻里 接连出现的恐怖分尸案 认为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他问太郎 如何挑选剧本里的凶手人选 太郎说 想让女性角色扮演凶手 而且凶手就是主角 如此剧本才有看头 同事急不可耐地问他 凶手到底是谁 太郎即将呼之欲出凶手的名字 可却突然发现 窗帘底下露出一双白鞋 拉开一看 原来是女性病房的护士 他向太郎解释了小护士 今天请假的原因 随后就看到摆在桌上的字条 那是惠子写给太郎的 眼看护士就要取走字条 此时同事恰逢其会地 打了一个喷嚏 护士走后 太郎请同事帮忙 让他躺在自己的病床 对付茶房 太郎本身要去和惠子见面 探长也为接连发生的案子 操碎了心 调查监控时发现 案发时的录像被人动过手脚 尾随受害者进入厕所的凶手 自始至终都没出现在监控里面 探长怀疑凶手就是医院里的高层 于是带着助理 假扮成医护人员潜入医院 到了晚上 太郎趁着值班空档 再次潜入三号病房 他刚按下电梯 太郎显而又显地 总算来到约定地点 看着手里的字条 轻声呼唤女友名字 两人在经历了这么多恐怖之后 总算可以相互拥抱 可惜他们还没过度续旧 就听到一阵平缓的脚步声 由远而近 狼道的灯光也忽明忽暗地闪烁起来 而在脚步停止的时候 二人骇然发现 一个头戴斗碰 手持电锯的人物出现了他 门被吓得慌不择路 所有的房门都已上锁 真可谓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而那道手持电锯的身影 也越来越近 好不容易躲进一个房间 可电锯人也来到了同一个房间 但医院接连发生杀人分尸案 真正的凶手也终于浮出水面 他将目标对准了私下约会的情侣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医院的大喇叭 突然放弃第一钢琴协奏曲 伴随着这首作案专用的音乐 杀人狂魔也随之退走 太郎关心地询问女友下眉下倒 却见他神色忐忑 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但不管怎么说也算逃过了此劫 回到病房的太郎呼唤着同事名字 想对他假扮自己忙过查房 让自己有机会去找惠子而表示感谢 可同事似乎正在熟睡 任凭他如何摇动都没有苏醒的迹象 拉下被单才发现他已经被电击身亡了 院方迫于外界压力找开记者会辟谣 院长声称连环杀人案与医院没有关系 况且院方本身也是受害者 记者们并不相信他的说辞 而探长则在一旁冷眼旁观 他认为全国的记者会都一个屌样 起不到任何作用 何况探长本身已经看到了真正的凶手 他乔装成医生潜入医院 发现太郎深更半夜从病房溜出去后 他就跟了上去 一路跟到他和惠子相见 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手持电锯的男人 而在男子正准备行凶的时候 探长也抬起了手里的枪口 刚要准备逮捕 就听到大喇叭响起 紧接着整栋医院都变得灯火通明 而太郎同事也是在这 可期间遇害的 也就是说凶手并非孤身一人 而是有帮凶协同犯案 俩人正分析着越来越复杂的局势 就看到丑老太突然窜了出来 大骂院长就是凶手 还发疯般地冲了上去 探长见他对院长如此苦大仇深的样子 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什么故事 助理调查了广播室 反馈给探长说 可一只人还是那个半夜播放音乐的人 而且磁带也被拿走了 显而易见他还想再次播放音乐 也就意味着还会有人被杀 随后探长换上一身睡衣 带着助理找到院长办公室 礼貌地询问院长 为何要把警察都赶走呢 院长理所当然地表示 警察在这瞎转悠会影响医院的收入 说着便抓起手机若无其事的通话 想让自讨没趣的警探主动离开 可是 一句话差点把院长吓得半死 他赶紧结束了通话 而在听到探长并没看到凶手真容后 又露出了难以掩饰的轻松 太郎也将自己的遭遇讲述出来 老护士担心他如果看到凶手的脸 被灭口肯定是板上钉钉的 这句话提醒到了太郎 他虽然没有看到凶手的正脸 可在惠子的角度却很可能已经看到了 短十个工作日内就有六个人被分尸 警方对此束手无策 而对惠子来说 昨晚他和男友经历了一场电剧惊魂 太郎担心惠子看到了凶手的脸 和太郎有同样担心的还有院长 探望结束后 院长忽然询问惠子 有没有看到凶手的脸 惠子称没有 因为时间太短了 院长又问他身材大概有多高 院长走后太郎也如愿来到惠子的房间 惠子很害怕 他很想赶紧离开这个医院 表达诉求的同时也摘掉了脸上的纱布 太郎很吃惊 他想立刻带着女友一起逃走 惠子却说现在逃离的话 一定会成为下一对受害者 所以需要做好充分的逃跑计划 把太郎送回房间后 老护士就赴约来到烤肉餐厅 医生很好奇他是谁介绍过来的 因为医院如今的经营状况非常糟糕 是不可能招收新护士的 而且他的简历著名的年龄是21岁 撒这么明显的谎 还能被破格录用 其中必有原因 护士说是因为院长委托 他来监视医院内的各种情况 医生很好奇他跟院长是什么关系 傍晚老太又跑到惠子房间 从他口中得知 小两口正在筹备逃跑计划 老太很愿意帮忙 让他们务必准备好车辆 善良的惠子 很想带着老太一起逃离医院 可对方谢绝了他的好意 老太坦言自己没有地方可去 而且自己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两人聊到这里的时候 房门被突然打开 院长觉得老太胡乱串门的次数太多了 吩咐护士在晚上的时候 给他穿上居宿服装 让他不要胡乱走动 第二天一早 惠子推着男朋友散步 太郎疑惑他是怎么能够自由活动的 惠子称只要脸上缠着纱布就可以 但却得在护士的全程监护下活动 可很快 太郎就察觉到不对 因为不仅仅是护士 这里几乎所有的人 眼神都在注视着自己 不仅仅是医护人员 病人 警察 路人 小孩 有人的双眼都直勾勾地盯着他们 正当小两口疑惑不解的时候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丑老太的声音 看他神色紧张的样子 似乎有话急迫要讲 可刚脱口一句 看似意外的车祸 让小两口住进这家诡异的医院 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奇怪 他们都用古怪的眼神 看着小情侣 似乎在大家看来 这两个人才是诡异的源头 这时丑老太从后面追了过来 看他神经急切的样子 似乎有话要讲 可话没出口 就被一辆快速倒退的卡车撞成了尸体 警方盘问肇事司机 他解释自己只是正常倒车 并没看到车后有人 探长感叹 这家医院真是够忙的 又是分尸案 又是车祸 惠子赶紧替死者辩解 称这并不是意外车祸 而是蓄意的谋杀 因为老太太 一直以来都是装作老年痴呆 主要是他知道这家医院太多的秘密 而知道太多秘密的话 下场大家也都看到了 说到这里 太郎忽然发现 肇事卡车头上的标志 正是造成自己车祸的那样 探长看出他的异样 问他是否发现了什么 太郎深知他了解的越多 死得就越快 所以隐瞒了这个信息 事后探长找上院长 他直截了当地询问对方 老太死后 院长是否感到很轻松 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 院长失口否认了这个说法 助理却说 他从惠子那里了解到 老太只是装出来的病 院长再次否认他说 这复杂的关系 可把探长和助理搞猛逼了 随后才了解到 院长是这家医院上 一任院长的上门女婿 扑朔迷离的案件 搞得警方心力交瘁 助理查到 肇事司机在一个月前 还在这家医院住院 探长也觉得是有蹊跷 可他这身行头 并不方便再次潜入医院 可助理却主动请 应假扮成护士 他想潜入医院 搜集一些线索 探长并不放心 他孤身入虎穴 助理却说自己有枪 不害怕坏人 随后在经过 短暂的心理挣扎之后 他向探长表明了心意 称自己喜欢他 然而羞涩腼腆的探长 却没直接回应他的示爱 助理让他最好 在明天之前 决定好要不要接受自己 因为妈妈明天给他安排了一场相亲 随后就走进了黑暗之中 夜里助理正在独自摸索情况的时候 身后忽然出现一个神秘男子 男子的手套沾有麻药 助理很快就昏迷过去 醒来后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被锁在了一个木头棺材里 任凭如何挣扎都徒劳无功 很快他就听到了一首十分熟悉的音乐 正是第一钢琴协奏曲 装有助理的棺材 很快就被送进了火葬场 而当火苗升起的时候 探长也感到心血来潮 他接连拨打助理手机 可却死活无人接听 焦急之下发疯般地闯进医院 可找遍了整栋大楼 也没看到人影 只找到了被无人接听的手机 探长十分后悔 没有答应他的事案 诅咒的医院接连发生分尸案 如今凶手竟将镰刀对准了刑警 在他活着的时候直接扔进火花车间 还嚣张地报了警 甚至给警方提供了火花他的录像 被害女警正是探长的注目 李临死之前曾向他勇敢地表白 可惜探长再也没有机会接受他的申请 心如死灰的探长立下毒尸 他一定会将凶手就地终结 随后就来到医院调查线索 小护士说助理之前曾在三号病房走动 探长立刻询问了负责这里的中年护士 据他描述的确有一位陌生的护士 和自己在凌晨十二点的时候打过照面 他当时还和对方打过招呼 这才知道对方原来在做卧底调查 探长借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便来到惠子房间询问情况 惠子称曾在夜里听到过有女人在笑 笑声听起来非常开心 此外还隐约听到一位低沉的男性嗓音 但自己当时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 不能确定那两个声音是否耳熟 出来后探长用紫外线灯寻找蛛丝马迹 他在助理被害位置的墙上 发现了他的口红组织 立刻用胶贴取走证物 随后来到院长办公室 要求他出具不在场证明 院长说昨晚是夫人的生日 所以早早就回去了 由于院长是他严密关注的对象 所以紧接着便叫来院长夫人取证 尽管这对夫妻之间的感情不甚稳定 可他的确证实了院长 昨晚在为自己请生 探长在各方取证的时候 太郎也和病友们讨论着 谁是凶手这个问题 他认为凶手的作案时间不固定 意味着他不从事时间固定的工作岗位 而是能够自己规划工作时间 朋友少经常单独行动 重要的是受害者们大多并无防备 证明凶手有着能够让人信任的特质 比如说穿职业 服装的人员警察空解医生之类 而在病房里热烈争议的时候 小护士也被医生公然努进了某间病房 刚关好门就要对小护士毛手毛脚 可人家并不吃他这套 还让他不许对老护士身陷诸首 医生道出了老护士的身份 说他是院长前妻 负责帮他调查医院内部 小护士很好奇他干嘛要当内部间谍 医生觉得应该是院长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这无所谓 谁还没有点秘密 比如说他和小护士 此时此刻不就正在发生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院接连发生杀人分尸案 有的人被拦腰切断并用大铁锅顿熟 有的则死在自己家的洗衣机桶里 更有女警被活活烧死 警民一致认为凶手就是医院内部人员 可如今随着中年护士的遇害 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在他还活着的时候 曾在天台见到过 撞死丑老太的秃顶男人 他得了癌症 是院长支付了他的治疗费 女儿也是因为院长才得以考上大学 从而没了后顾之忧 所以他对那件事一点都不后悔 秃顶可以为院长做任何事情 护士趁热打铁 再次交代了院长委托给他的任务 但晚 次郎所在的病房潜入了一条身影 透过窗帘缝隙看到熟睡的病友之后 他把目标锁定在了太郎身上 原来是惠子因为想念男人 偷偷从病房跑了出来 太郎也很想他 所以拆掉纱布就想来一个蜻蜓点水 可还没点上 就看到两个大脑袋处在这里当灯泡 他们都是被太郎刚才的尖叫 惊醒的 然后就成了一个女人讲故事 三个爷们认真听的场面 故事还没讲完 小护士就走了进来 太郎解释女友因为想念 自己才跑出来的 却不想小护士表现得很暴躁 教训完太郎 就把拆掉的纱布重新包在脸上 病友们表示他根本没有受伤 小护士却笑了 还讥讽地说他们只是看不见而已 实际上惠子有着覆盖了大半边脸的伤口 然后就把惠子带往他该在的地方 小护士一路上都表现得很诡异 随意撩拨着青丝 歪着个头走在狼道上 让身后跟随的惠子 越走越感到胆战心惊 不过他跟随的人很快就成了中年护士 俩人走着走着 突然看到猴子玩偶出来作祟 暴躁的护士一脚把他踢出老远 小女孩赶紧窜出来捡猴子 再次用纳双虽然年幼 但犀利无双的眼睛看着惠子 而把惠子送回房间后 中年护士便来到窗户边听歌 听着听着就被人从后面抬了起来 然后就把他扔出了楼外 唯一医院接连发生分尸案 就连女刑警也难逃被活活烧死的命运 一心想为搭档报仇的探长 也即将遭遇不测 凶手以往的目标都是医院里的病人 可如今就连医护人员也难逃厄运 老护士认为凶手犯规了 太郎对这句话感到费解 护士解释称以往被杀的 毫无例外都是病人 所以凶杀案虽然频繁发生 医护人员也并不感觉危险 甚至护士站里 还有个即将被杀的可能性排行榜 排在榜首的赫然就是小胖 而排在榜尾的则是 有对象的太郎 不过如今就连正规护士也有被杀的风险 这个排名就要随之改变了 太郎感到危机十足 他急迫想要带着女友逃离医院 可这家医院的手法却很高明 总会从中作梗让他们没有机会出去 惠子多次联系家里人 可怎么也联系不上 而且当初就是为了去惠子家里探亲 这才发生了车祸 惠子的家人在知道女儿回家的前提下 却迟迟没见到人 按理说早就该报警了 即便是没有报警 也应该从交警那里得知了 他们出车祸的事 惠子同样感到奇怪 因为他委托交警去他家里报信 结果却被告知家里没人 各种诡异的情况让太郎百战心惊 他决定和警方联手 彼此交换信息 合力抓住凶手 探长接受了这个建议 他把调查重心放在医院的监控上 随后就向院方索要案发当天的录像 助理告诉他 院长昨晚拿走了录像 原因是 他会不定期检查医护人员的秩序 但他告诉探长监控里什么也没发现 因为昨晚他和院长一起在警卫室回放的录像 监控拍到中年护士当时正望向窗外 然后就这么正常地掉下去了 并没拍到有人闯入房间 或者把他推出窗外 探长走后院长后脚进来 他拿着优盘交代说 不要拍到对医院不利的东西就好 随后就和太郎等人 讨论着监控被篡改这件事 讨论途中探长接到个陌生电话 随后就去找了撞死老太的秃顶男人 医院发生了一场离奇案件 站在阳台听音乐的护士秃 然就这么掉出窗外 和他关系很好的医生 在案发第二天就请假休息了 顶替他位置的是一个年轻大夫 请假的医生悠闲在湖边垂调 带着余具的院长很快也来到这里 他说病人们总觉得自己在延迟他们出院 并以惠子举例 说他脸上无伤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医生表示如有形式需要 他会在惠子的右半边脸弄出伤口 太冷了 而在病房里 探长接受了太郎提出警明联手的建议 他正和病人们探讨着种种可能性 途中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称自己掌握了某些重要线索 于是探长冒着滂沱大雨如约而至 他一眼就认出 秃顶男子是撞死老派的司机 质问对方是受谁的指使把人撞死的 秃顶表示无人指使自己那样做 而是因为坠楼身亡的中年护士 他的肝癌到了晚期 中年护士一向对他非常照顾 案发当天他被护士叫出来 然后就被对方头一次委托自己做事 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 探长急迫想要知道真相 他刚靠近上前 就被秃顶往体内送进了一笔尖刀 医院里的各类人员都为此事感到不安 小护士却说医院接连发生命案 如今就连查案的探长也遭遇了不测 被这个癌症晚期的秃顶男人 持刀捅进体内 追查凶手的刑警队长竟然遇害 警方感觉脸都快丢尽了 从病人那里了解情况后 认为凶手一定没来得及逃离医院 于是立刻封锁现场 就算把医院翻得底朝天也要找出凶手 警员搜索无果后决定继续搜 查医院的废弃旧纸 在这家医院新建之前 都是在旧楼那边经营 如今早已荒废也没有发电系统 恐怖指数不亚于阴森古堡 到处遍布着斑驳血迹 差点没把专业素质的警察 下出心脏病 甚至有的地方 就连手电筒的光线都能吞噬 无论怎么照射都像是黑洞一样看不到 两个警员相濡以沫之下 找到了一封笔墨未干的遗书 上面写着一切都是他做的 他也将献出自己的遗体 而在此时 一个机械声音突然喊出了警员的名字 捅伤探长的凶手终于找到 就是这位一直想为院长报恩的秃顶男 人也幸好秃顶的手法并不专业 探长并没当场死亡 只要能挺过今晚就没有了生命危险 可向来把自己是座主宰 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医生 却在半夜溜进了重症监护室 有所察觉的探长刚一睁眼 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越靠越近 他笑意盎然 动作很慢地关掉探长的呼吸法 在他逐渐停止呼吸的时候 太郎隔壁的病友大叔也赴约来到卫生间 他来这的目的是想拿到医院里的监控 所以威胁这位戴眼镜的叔叔 让他不管用哪种办法 必须拿到医院里的监控录像 如果拿不到 大叔保证会杀了眼镜叔 而在两人窃窃私语的时候 忽然听到厕所门被人推开 接着就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 直至敲响眼前的门 男人神色惊恐地走在路上 生怕下一秒就会横死街头 因为他拿到了这家恐怖医院里 完整版的监控录像 刚虚惊一场就接到院方打来的电话 让他把得手的资料交给自己 可男人很害怕 因为有个大叔也威胁自己交给他 不然就会杀了他 小护士称那人只是吓唬他而已 大叔是八卦杂志社的记者 搜集医院的监控资料是为了挣钱 但如果不把资料交给自己 小护士才会真的杀他 眼镜叔叔也没了主意 忙问他送到哪里 护士在说出地址之前 让他只需要记在心里 而不要写在纸上 男人诚惶诚恐 小护士却笑得开心哈哈 男人也不知完没完成任务 他攥着公文包回到自家楼外 看着窗户里的老婆孩子 他才总算放下心来 可刚准备进家 就被一记闷滚敲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包成了粽子 唯一的通风口连接着吸尘器 而医院里的太郎也感到愈发的不安 在和病友的聊天中 他讲出了自己和惠子出车祸的原因 造成那场交通事故的车辆 也是撞死院长母亲的那辆卡车 捅伤探长的凶手 也是那辆卡车的司机 太郎分析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和惠子住进这家医院 随后也让另外两个回想一下 自己是怎么住进来的 太郎认为 在这个六人间的病房里 有着某种可怕的秘密 这个秘密也导致了病房内的三人被杀 如果能找出六个人的共同点 也许就能揭开真正的谜题 但无论怎么样 他都会保护好惠子 而听到这话的胖子 却露出了惠莫如深的表情 他当晚就悄悄跑来惠子病房 告诉他 自己看到过太郎和院长的亲密互动 虽然不知道他俩说的啥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临走之际 胖子又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如果下一个死的是他的话 请惠子抛下太郎独自逃跑 接近真相的人越被死神青睐 医院内部的公关男受人威胁之后 费尽心思拿到医院的完整版录像 可他却低估了这家医院的恐怖程度 当晚就惨死在自家门外 警方很快就找上小护士 男子被杀之前 最后一次通话的对象是他 于是问他都对死者说了些神 小护士解释了昨晚为何要和死者通话 因为眼镜哥哥总是用电话 轰炸这招撩拨自己 被扰到不胜其烦之下 只好将他臭骂了一顿 谁想还真就给他骂死 警方见问不出什么信息 决定放他回去工作 警方竭尽全力想要破案的时候 杀人狂魔却在细数着他的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自然是被他收藏的人体部位 而医院的病房里 也迎来了一位本不属于这里的病人 惠子对探长的到来表达了欢迎 因为胖子的话 让他心里已经对太郎升起了疑心 有了探长的加入 剩下的病人们多少会感到安心一些 他们都被借连发生的杀人案下盘 可小护士却并不感到害怕 反而表达了对杀人狂魔的崇拜 可小护士却觉得这才算是终极之案 医生听到这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觉得杀人狂享受的是将死之人也 抵得绝望 但倘若是个一心求死的人 那就没有了意义 所以在小护士独自查阅资料的时候 就被一只大手抓住了脖子 果病人按下呼叫铃 护士站却没回应的话 这位病人就离此不远了 这个说法的由来 起源于30年前的老护士 他那10年仅21岁 受到病人家属的嘱托 在他父亲下一次发病 按下呼叫铃的时候 还请护士务必选择无视 他已经交不起住院费了 即便出院后 也要因为照顾父亲而不能外出务工 此时呼叫铃被按下 护士正要去接病人家属 却说 自己一直以来都在遭受父亲的虐待 护士遵从了病人家属的请求 从那天起 医院里就盛传着红色呼叫铃的故事 这件事也让老护士 愧疚了三十多年 如今住在这家医院的惠子 也因胖子的话 对男友产生了怀疑 可他还是出于对太郎的信任 告知了此事 太郎解释了 前几天和院长聊到投机的原因 是因为院长很喜欢 他写的其中一部电视剧 误会接触的小情侣 重归就好 这就让远远看着的胖子 醋意难平了 他当晚就找上了惠子 问他都和太郎说了些什么 不善撒谎的惠子 只好如实告知 却不想把胖子刺激到了 也让他的情绪愈发激动起来 眼看就要控制不住情绪 要对惠子做点什么 就被人把身体切成了两半 一的医院接连发生命案 洗手法之恐怖令人几倍发凉 这家医院如今也到了破产倒闭的时候 小老护士都为倒闭的事揪心不已 但他们也对凶手真正的身份 有了清晰的猜测 而在病房里梳理线索的病人们 发现身边的大叔没了踪影 据老护士说 大叔正在和小护士谈着什么事情 太郎担心他这么单独走动 会成为下一个遇害目标 探长让他们不用担心 一位警察正在医院各处走访调查 触步了任何事情 可即便如此 太郎也认为事情没有绝对 而在和小护士交谈的大叔 也决定趁着医院内目前警力充足 而准备逃离出去 出门的时候发现门锁无法打开 小护士让他把门锁往上抬一下 这下倒是打开了 可大叔也被突然出现了医生吓一大条 随后大叔准备返回病房 刚走进电梯 就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也走了进来 他没有多想 可这个熟人却要对他吓上 由于医院即将倒闭关门 在大叔被杀之后 院长也把医生叫来最后一次聊天 夫人问他为何要把医院内的警察赶走 院长称要整理医院内的个人信息 以不便为由请他们回避 夫人走后 院长问他爱听哪种音乐 医生毫不避讳地称 他最喜欢第一钢琴协奏曲 而在病房内的探长 也从同事那里得到了杀人真凶的信息 引照医院多年的谜题终于被揭开 杀人狂魔原来是医生 探长得知这个消息后 表现得非常愤怒 他要为自己的助理报仇 惠子不放心受伤的探长独自行动 提出和他一起对付凶手 并嘱咐太郎让他有任何情况 立马爱想呼叫林 可他或许忘了 凶手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人 两人走后 仅剩太郎一个人的病房 也迎来了客人 意识到身份暴露的医生 也不再隐藏 他患有对自己母亲异样的爱 所以被院长鉴定为精神患者 即便是连环杀人也可规避掉法律责任 他带着装满战利品的包裹 往医院外走去 却看到小护士早已经等在这里 并祈求医生把他杀掉 因为他深爱着医生 也求在自己死后 将自己的心脏当作战利品带走 最后看了眼深爱之人 小护士毫不犹豫捅进自己的心脏 在他死后 医生却说自杀的人不能算作战利品 医院门口聚集着被院长赶出来的警察 伴随着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响起 他们等来了携带战利品的医生 探长看到他 就想起临死之前还要被玷污的助理 心中对他恨意滔天 和助理在一起的日子无论喜怒哀乐 他永远不会忘记 可终归保持了理智 没有扣动手里的扳机 医生被逮捕后 贵子不放心刘太郎一个人在病房里 快步向回跑去 只是另一位凶手却已经先到了一步 看似意外的车祸 让小两口住进这家诡异频发的医院 每天都有人被残忍分尸 但每具尸体都有各自该死的理由 如今看似已经抓到凶手 可凶手从来都不是单独的一个 根据医生的描述 他之所以成为杀人狂魔 是为了和另一个连环凶手竞争 而杀人的理由则是没有任何理由 只是为了获得乐趣 如果说医生杀人是出于乐趣的话 分尸鼻祖的院长就是为了复仇了 他把这些看似无关的人 聚集在同一间病房 正是为了替自己的儿子复仇 而一切的根源 还要从两年前的一场 便利店杀人事件说起 院长和老护士曾生下过一个儿子 他很优秀 为人也很善良 某次在禁烟便利店 想要劝说吸烟的男子 可所有人都选择了冷眼旁观 这种人性的冷漠一直保留到了最后 就算看到院长儿子被人用电锯切割时 他们也保持了置之室外的态度 而当时的媒体却说是因为 被害男子的多管闲事 从而自作自受 而时代周刊的主编大叔 为了获取流量 出版了一篇名为 以正义为名的自我满足 的报刊 大肆嘲讽院长儿子 这个受害人 是个优越感的自恋狂 可这还不算最坏的情况 有人把那篇周刊报道作为素材 拍成了电视剧 这让院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从此只为复仇而活 院长夫人出于自身的原因 选择了支持丈夫 他也认为太郎把素材写成剧本 实在对不起受害者的家属 对医院始终被恐怖笼罩 每天都有鲜活的生命 惨死在电锯之下 而如今所有的遗团 都等来了最终解释 原来一切都只是来自院长复仇的怒火 他费尽心思 把所有与当年有关的人 弄进这间病房 也逐一向太郎解释了 每个人都是怎么死的 例如最先死亡的热心病人 院长在病人的食物里投下镇静剂 接着就看到他推着 太郎去隔壁大楼寻找女友 在使用镇静剂让他无法反抗之后 就这么活活被肢解 太郎去护士站找人的时候被打晕 而切肉师傅同样给自己制造了 很好的被杀时机 他独自去厕所的时候 被院长把脑袋锯了下来 麻烦的是四爷他真的出院了 院长也只好以回访病人为由将他肢解 制骗人的死也并非一晚 院长在他的脚上 设置了正副级的即使装置 所以他还可以抓着电锯 去吓唬太郎和惠子 至于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那就跟院长无关了 而是医生搞出来的东西 像是在说杀人狂魔出现了妖 而丑老太的死则是迫不得已 他实在知道了太多的事情 念在他本就患有重疾离死雇员 院长这才委托卡车司机 让自己的母亲提前上网 此时惠子找了过来 院长也不再隐藏自己的争名 他抓起电锯做事就要聚下去 但在那之前 他也想问太郎一个问题 而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探长和他手里的枪组算姗姗来持 制止了恶魔收割最后一人的行为 惠子带着太郎逃跑之后 只被击中肩膀的院长 却把探长反杀了 这也成了死在他手里的最后一条生命 而被送上电梯的太郎 也说出了令人错愕的话 原来院长的儿子有个女朋友 是惠子的姐姐 当太郎知道所有事情的起因 都源自便利店西烟案的时候 就在网上搜查了大量资料 他姐姐气愤于现场 没有人指认凶手 于是亲自开车撞死了西烟男子 而他自己也死在了 那场刻意制造的车祸 姐姐死后 他们的父亲在大学 被追责的时候自尽 母亲则患上了重度精神障碍 至今还躺在医院 惠子全家已经是 名副其实的家破人亡 所以他才说自己联系不到家里 太郎恍然 这么看来他们起初的相遇 也并非偶然 在护士站打晕太郎的人 也是女朋友惠子 可他不懂的是那些快乐的时光 惠子脸上的笑容 难道也是复仇吗 如果是的话 太郎选择了放弃比抗 任由惠子达成自己的复仇之路 可这个可怜的女孩 却把尖刀插在了自己的心脏 院长拖着探长的下半截身体 在走廊尽头 遭遇了抱着女友尸体的太郎 一场最终的对决 虚实待发 如果向院长所言 太郎腿上的伤早就好了 那么露死水手尚未可知 感谢观看